好听点是皇后 说白了 其实就是来给皇帝冲喜的 小声一点 那小鸣还想不想要了 那又怎么样 不过就是一个胖女人 在下都王朝 胖子的身份是最低贱的身份 她要是出生在平民之家 身份还不如你我呢 听说她还患有心疾 要不是因为国师 说她八字旺 又是大将军苏佑安之女 她能当皇后 快别说了 大将军的四个儿子都战死沙场 如今只剩下这一个女儿 看在大将军的面子上 娘娘 皇上也不会负责皇后的 娘娘 不好啊娘娘 皇上 皇上她驾崩了 什么 军臣们都说 是娘娘克死了皇上 需要让娘娘 要让娘娘 心脏 娘娘 你醒醒啊娘娘 娘娘娘 你怎么了 你不要吓猪啊 娘娘 你快醒醒啊娘娘 娘娘你怎么了 你不要吓猪啊 娘娘你怎么了 娘娘 娘娘娘 你别吓猪啊 原来怎么回事啊 娘娘你醒了 太好了娘娘 你居然敢偷我的服装设计图 我 饭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说 你有证据吗 你 太阳 我这是摔出幻觉了吗 怎么有个穿古装的小姑娘 看着我哭啊 你刚才吓死猪儿了 你终于醒了 我跟那个贱人打架 我跟那个贱人打架 不小心撞了头 然后我就到这儿了 所以我大概 可能 也许 没必是 穿越了 我 娘娘 我这脸皮Q弹弹的好可爱啊 哦 好Q弹 还挺健壮 我只有这个绿豆糕给你 你拿着 别哭啊 我叫苏锦夏 你呢 这些画面都是什么 好像都是原主的记忆 古代苏锦夏 你安息吧 我既然占了你的身份 我就会替你好好活下去的 娘娘 你没事吧 要是被人知道我不是原主 是从现在穿越过来的 肯定会把我当成是妖孽给烧了的 没什么 朱儿 你刚刚说 皇帝驾崩 群臣要让我宣赞 是啊 朱儿从前朝的太监那里探听到的 不是凭什么呀 那老皇帝的自己身体不好嗝屁的 凭什么怪我头上呀 还殉葬 殉葬就是你们古代最丑陋的现象 灭绝人性 跟废叔才对 我之前跟你说什么来着 一个胖子还想当皇后 他们苏家这次可真是要绝后了 你少说两句吧 怕什么 反正他都要死了 还以为我是以前那个懦弱的苏锦霞 不敢把你们怎么样似 本宫就算是死了也是皇后 你又是什么东西 本宫的哥哥为了保家卫国死在战场上 你们也陪议论他 娘娘恕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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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 还请皇后娘娘入目 还请皇后娘娘追随心意 一目下孝陵 陆锦夏 你客死皇上 不乖乖等着殉葬 想要去哪儿 我客死皇上 你们趁我爹在外打仗 窜斗着先帝娶我冲喜 那按照你们这么说的话 害死先帝的凶手 应该是你们才对 你 你抢词多礼 论抢词多礼 哪比得上司马甲像你呀 你先是鼓动先帝娶我 先帝驾崩 又加害于我 狼子野心 你到底什么目的啊 臭老头 人丑心黑 想入外老家了 想让我殉葬 你想都别想 不想与你废话 来人 给我把他拿下 住手 皇上驾到 好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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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为你这样 孤喜之里的帅哥男主就这样得吵了 三转翻转太烦了 杀到如法不拔了 可真 苏几夏 见到先皇还不跪下 臭老头 我可是先帝清风的皇后 新皇怎么了 我还是她后妈呢 想要不殉葬也可以 真的 真的 但是 你要嫁给朕 你没事吧你 听说 这几天大事不断啊 是啊 先是先帝驾崩 临安王继位 最让人想不到的是 新皇居然娶了自己老爹的媳妇 这个皇后是个绝世美女就算了 居然是个胖子 要知道先帝一登基 就颁布了女子体胖是贱级的规定 除了那些权贵之家 可见先帝有多讨厌女胖子 怎么会娶一个胖皇后呢 就是啊 听说这个皇后八字头啊 命带凤凰 所以先帝病重 不得已才让她进宫冲喜的 安插在苏又安身边的人 可有消息传来 灰柱子 暂时没有消息传来 苏锦夏是苏又安的掌上明珠 我们现在与东爵王朝的战事 正式交着之时 如果她的女儿出事 只怕苏将军会有反心 监视皇后的举动 保护她的安全 随时向我汇报 属下遵命 先帝就算是这样 那新皇年纪轻轻 为什么也要娶她这个胖皇后呢 总不会也是要冲喜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新皇才不管那皇后是胖是瘦呢 此话怎讲啊 听说新皇已于若冠之年 却不尽女色 没有一位侍却 因为她有龙羊皮来如此 龙羊皮 娘娘你小声点 这要是被人听见了 可是又杀头的 我说呢 这好多一个肥子都没有 就我一个 人家是因为这个呀 不过这都是方秦传言 当不得真的 嗯 知道的 吃吃 嗯 你也吃 娘娘 八个鸡腿 全为你吃光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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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您现在贵为皇后 还是稍微注意一下姨太 哎 哎 这皇后当的真没劲 这不能干的那不能干的 跟囚犯有什么区别吗 哎呀 你不觉得这些奇梦里很奇怪吗 你夜之间我从太后变成了皇后 从和我妈变成了老婆 你们都这么玩的吗 太刺激了吧 娘娘 指护皇上明慧是大不敬 还好没人听见 不过 皇上奉娘娘为皇后 自然是因为我们娘娘是最好的 傻丫头 这肯定是有阴谋的 你跟我说说 这个奇梦里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这个嘛 朱儿也不太清楚 皇上排行十三 听说生母是一个宫女 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皇上也一直不受宠 其他皇子经常欺负皇上 不过 却在三年前 皇上突然从众多皇子里 脱一而出 展现出金氏制裁 先皇大喜 特封为临安王 后来又继承了大统 恐怕不是突然 而是早有预谋 豪光养贵 后继薄发 唉 这皇宫啊 耳于我诈 规矩繁多 这秦茂林呢 又心机深沉 难以琢磨 还要我还是要早点离开 这皇宫比较好 娘娘 您不会是想要 侯宫吧 不行不行 绝对不行 娘娘 你可是千金之渠 从小养尊处用 您要是出宫了 可怎么生存啊 怎么生存 嗯 我完全可以干活 我的老本孩啊 在古代开个女装店 引进现代服饰 生意肯定不错 谁啊 谁用鸡腿偷袭我啊 这不是皇后娘娘吗 看着 倒是比丰厚大典那日 又圆润了不少啊 她是皇上的义妹 林柔怡 看着样子很眼熟啊 哎呦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正如意好生害怕 原来从古至今 竟然都长一个样子 皇后娘娘这是要做什么 啊 原来 你也知道本宫是皇后啊 不得允许擅自开口 在本宫面前我来我去 你的规矩 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吗 你可知这么做 该当何罪 这么多年的功德剧没白看 可算派什么用场了 皇上驾到 参见皇上 哎呦 皇兄我的头好晕啊 终于谁不会啊 哎呦 皇帝哥哥我也好晕啊 完了完了 能烧龙亭啊 皇后 都是我 臣妾的错 臣妾害得皇上受伤 臣妾心中愧众之情难以言语 臣妾恨不得那个受伤的人是臣妾 皇上你惩罚臣妾吧 臣妾总要都愿意承受 怎么罚都无怨言 不是吧 我都说这么感人了 你还好意思罚我吗 原本 朕是想问问皇后 你有没有哪里受伤 只是没想到 朕在皇后心中竟如此重要 朕受伤就让皇后内疚至此 既然皇后提出了惩罚 如果朕不随了皇后的愿 恐怕皇后会寝食难安 不能入眠 为了皇后好 朕就罚皇后 五日不可食肉吧 啊 五日不可食肉 齐莫林 你这个负荷的大惡魔 若一见皇帝哥哥被皇后娘娘弄伤 实在是心疼 特意为皇帝哥哥熬制的补汤 皇帝哥哥快趁热喝了吧 放着吧 朕一会儿再喝 伤缓 啊 若一有些头晕 张不稳 皇帝哥哥可以扶我一下吗 你大概是染上了风寒 要多穿点衣服 夜深路终 早点回去休息吧 还不想 叔儿 这都第几天了 回娘娘 这才第三天 什么嘛 我怎么感觉像过了一年 这么漫长啊 我可是无了不欢的人呢 烦死了 秦莫林这个混蛋 参见圣主 找个机会 是 我要吃肉 啊我要吃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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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声音 奴才听着 像是皇后娘娘的声音 朕一有多日不见皇后 今日便去晓晓吧 喳 我算是知道 恶出幻觉是什么感觉 叶叶 拿下 有刺客 苏警察 色字头上一把刀 怎么被男色走迷惑了 看够了 那你搂够了吗 也好 朕搂自己的皇后 有何不可吗 皇上 你这样就不怕某人吃醋吗 某人是谁 某人的自然是你难处 完了完了 把皇上的秘密就这么说出来了 我笑名修也 朕怎么不知道朕有难仇 皇后又是从何得知 这 皇后若是不说的话 这不可食肉的处罚 不如再延后几个 别别 我说 我说 就是坊间传言 皇上你不敬女色 是因为有龙阳铁 但是 我觉得龙阳铁也没有什么 只是因为你喜欢的那个人 刚好跟你是同性别而已 这种爱也是非常让人尊敬的 朕有没有龙阳铁 皇后试试不就知道了 怎么事啊 你说呢 苏静下你怎么能问出这么蠢的问题 你别晚了啊 我 我 我 你再这样唬唬唬唬了 朕还欠皇后一个新婚之夜 不如今晚就补上吧 不如不如 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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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自己也是一个现代灵魂 还能被一个古代人给挑戏了 不行不行 必须得反调戏回来 嗯 嗯 嗯 既然皇上非要臣妾侍寝 那臣妾就只能从命了 你 你这是做什么 侍寝啊 皇上 臣妾帮你更衣吧 啊 朕突然还想起来 奏扎还没有批完 皇后就早点休息吧 皇上 臣妾等你喽 气莫离你这个腹黑男 可算是被我抓到了 不过也就是个二世出头的 纯情大男孩嘛 竹子 刺杀皇后的杀手 是个死士 已经服毒自尽 属下在她手上 发现一个蛇型纹身 是他们 既然是他们 就先不要打扫惊蛇 属下遵命 凌儿 为娘想吃桂花糕 啊 是啊 好 好 你 好 你 啊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叫苏锦夏 你呢 我叫秦莫林 苏锦夏 朕救了你两次之后 也算是还了你的恩情了 这皇后当得实在是憋屈 吃都吃不饱 明明不可食肉的惩罚已经过了 为什么今天的晚餐 还是一块肉末就都没有啊 讲师嬷嬷说 娘娘需要减重 特意让厨房给娘娘做些清淡的蔬菜 我可是皇后哎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为什么要减肥啊 娘娘 在夏都 女子体胖者是为贱寂 您以前在大将军府 大将军又淳爱娘娘 自然不会拿这些规矩来限制娘娘 可如今 咱们是在宫里 身不由己 秦晨都说 夏都的皇后不能是体胖之人 所以 长师嬷嬷嬷 足了劲儿要娘娘减重 什么破规矩啊 不是仙帝到底为什么 那么讨厌体胖的女子 好像是跟 仙帝幼时的经历有关 具体原因吗 就不太清楚了 那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 也不应该欠缠他人呢 那其他体胖的女子 又没做错什么 这就是歧视 这皇后我不当了 谁也当谁当 他嫌弃我 我还不当了呢 又是被自杀 又是吃不饱 还一天天的规矩一大堆 看来出逃计划要提前了 我决定了 娘娘 您决定什么了 我决定 要逃离皇宫 我们现在在这里 然后要去这个地方 我们要经过这里 所以说如果我们从这里到这里的话 很容易被发现 所以我们只能从这里到这里 然后再经过这个地方绕一圈 不要让大家怀疑 最后再走到这儿 懂了吗 不懂没关系 你只要跟着我就好了 咱们逃离皇宫计划的第一步 就是带好所有方便携带的金银珠宝 第二步 我已经打听好了 每日下午都会有菜饭往宫里送菜 那个时候宫里的守卫没有那么的严 因为他们需要换稿 我们就要趁他们离开之前 蹲进他们的大菜楼里 逃离皇宫 从此自由地飞下 没有胆飞下 我们自由 娘娘 我们真的逃出皇宫了 既然逃出皇宫了 你就不要再找我娘娘了 叫我请下吧 那个使不得 要不 我还像以前一样 叫你小姐吧 你高兴就好 小姐 小姐 那小姐 我们好不容易离开皇宫 接下来是不是要去南边啊 不 我们要回都城 有肉吃就是爽 我要吃面这里所有的美食 小姐 可是我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我们要让车夫往北 再跟他说我们要去南方 现在又回到都城了 对啊 这是我说给障眼法 障眼法 秦莫林他肯定很快就会发现我们离宫了 这个时候呢 他不会声张 应该会派像暗卫那样子的人来找我们 我特意选了快宵禁的时候出的场 给城门守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后抓捕我们的人 从北找到了我们的车夫 又从车夫的口中得知我们往南边去了 那就这样一北一南 大半个月不都过去了吗 那 可是 我们为什么要一大早回都城啊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嘛 秦莫林怎么也不会想到 我会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吧 小姐 你真聪明 我们去找找哪里有服装店吧 我想买衣服 现在车上一股子菜味 服装店 小姐是说城一铺 不重要 反正今天我要大买特买 疯狂烧品 好好地庆祝一下 小品 服装店 佛罗咪 佛罗咪 小姐 佛罗咪是什么意思啊 你 你刚那块什么意思啊 你们店里好看的衣服这么多 你偏偏只拿这种款式难看的给我 你还说我胖 你们这些胖人 有一衣服穿就不错了 不就是 挑挑剪剪 好看你能穿得上吗你 穿得上吗 大大 整个都城 就我们店卖你们胖人衣服 对面还有一家 不过那家啊 马上倒闭了 也是个胖子 跟我斗 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 你们就是 买不买 不买该干嘛干嘛去啊 你们店对顾客就是这样的态度吗 你们店里的衣服 不满足顾客的需求 你不仅不听取意见 还嘲笑顾客 你就是这么做生意的吗 我要给你差评 我们家店小满足不了你 有本事你自己开一个去 就是 我开就开 小姐 你拿什么开你 我不仅要开 我还要开个夺一无二的成衣店 我就专门为我这种丰满的姑娘 开一个大忙你装店 我就要在这个店里 白满哭泣 香脸 LU 胖的 各种名牌审散你的公演 撞 我们走 真搞笑啊 名牌 小姐 你真要买下那个成衣铺啊 当然 可是 我们毕竟是逃出宫的 这么大张旗鼓的开店 会不会被人发现啊 这你就不懂了吧 越是大张旗鼓 越不会被怀疑 谁会想到宫里的皇后娘娘 会在一家大麻女装店里 当老板呢 对啊 不过小姐 我们买下这个小院 已经花了不少银两了 现在手里所剩的银两 已经不多了 你放心吧 我自有办法 什么办法 是 这街上身材苗条的女子 穿的衣服颜色鲜艳 款式也更有不同 而身材丰满一些的女子 却穿着暗的款式单衣 愿所有的大麻女孩们 我这个大麻女装店 是非开不可 我去 从古之间碰瓷的招数的一模一样 那 给你 好美的女子 这不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梦中之人 好好一个人居然是个傻子 住啊 我们走 行猫非凡 姑娘是来买店吗 你打算出多少银梁买这个店铺啊 我打算出 铃铛 哪有逗趣呢 不买赶紧走 别打扰我睡觉 老板娘 你别着急嘛 您不觉得因为人的身材而分为三六九等很不公平吗 您家的衣服无论是质量还是款式都比对面强 却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顺给对面人 您真的甘心吗 相信我 大麻女装店 顾名思义呢 就是专门卖像我们这样子丰满女孩穿的衣服 说得好听 可是我是个商人 无力可赚之事 我是不做的 老板娘您放心 跟我合作怎么能让您亏本呢 那你说来听听吧 转 一 大麻主要产品介绍 二 市场情况和营销策略 三 投入资金及用途 总而言之啊 我们大麻女装项目的建设 对促进我们下都国女装的产业结构 组织结构 技术结构 产品结构的调整优化 都有着积极的推动作了 老板娘真的非常有潜力 我呢用技术入股 您用您的店铺和原材料入股 股份我们就各占一半 我保证每个月让您 至少获利二百两 老李二百 你就这么有信心 当然了 如果没有达到营业额 我赔您双倍 双倍 好 我入国 何事 禀皇上 皇后娘娘的宫女来报 皇后娘娘不见了 奴才已暗中让人在宫中找寻 却始终未见皇后娘娘的踪迹 此事朕已知晓 你传令下去 皇后娘娘身体不适 朕 特批前往南山紫竹行宫修养 即日启程 你可明白朕的意思 奴才遵旨 叶依 在 皇后现在何处 跟着皇后娘娘的暗卫来报 娘娘逃出城外后 又回到了渡城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镇子这位皇后 倒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朕子居然笑了 看来有着要遭殃了 好可怕 哎哎走过路 不要走过了 前面不行有热闹不行 走咱们去看看 都没这个店了 来来来今天瞧一瞧 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都快来瞧一瞧 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嘞 今天小妹新店开张 惊喜大收编 买一件九折 买两件八折 买三件七五折 你这店瞧着像是成衣店 到底是卖什么衣服的呀 哎呀别着急嘛 现在马上揭晓了 大马女装店 所以到底卖的是什么衣服 就是像我这样子 丰满朱元毅润的女子 穿的衣服呀 嗯 嗯 哎 哎 别走啊 哦哦哦哦哦 怎么看夜之日 如此凄凉啊 啊 嘿嘿嘿 我怎么记得有人 大言不惭的说要 亮瞎我的狗眼 这年头可真是什么人都有 非要上赶子承认自己是狗 对 你 你怎么那么狂啊你啊 等你关门倒造之日 我看你嚣张到何时 好啊 那你就睁大死的狗眼看看 我能嚣张到几时 你 嘴 嘛 是 我 我卖出去几件一群了 小姐 你不是刚才问了吗 一件未卖 这都第几天了呀 为什么一个客人都没有呢 不应该啊 换一个 是你 你能不能别这么绕骂的看着我 抱歉 因为再次见到恩人 所以有些特别的开心 在下五月 此次逃跑到下了 绝对不能被父皇的人发现 我还是用话比较好 来下渡寻亲 谁知亲人已不在世 盘战又被痛了 正在饥饿之时 是恩人的烧饼救了我一命 我无以为报 所幸读过几年书 也曾帮家里管过几年账 想留下来 给恩人当个账房先生 不要工钱 只要有吃有住即可 不要工钱 爱屁股 爱屁股 此次苏锦夏前我别愿休养 是一个解决她的绝佳计划 属下明白 假的 真的苏锦夏去哪了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求求你饶了我吧 既然你什么都不知道 那便走吧 竹子 别远传来消息 有刺客闯入 看来 他们已经安耐不住了 狩猎之事安排得怎么样 一按计划就行 很好 对了 皇后那怎么样了 皇后娘娘安顿好后 在城中开了一家 大马女装店 大马女装店 好像是卖一些奇怪的服装 有点意思 她倒是不怕别人发现她皇后的身份 朕倒是越来越期待 与皇后见面了 这活子好擦擦嘛 又来 陈掌柜 有何贵干呢 我看你这店也没什么人 帮你添添人气啊 那也得是人才能添人气啊 哎哟 苏掌柜这张嘴呀 厉害 但是 开店仅拼一张嘴 是远远不够的 哎 又不 你把这店盘给我得了 省得你 血脖无归 你想的 陈掌柜 不如我们俩打个赌吧 我们各找个模特 穿着各自的成衣 在这街上比试 看谁的回头率多 什么率 你就是吸引的人多 哦 那要是你输了呢 那我就把这店送给你 还说狗叫 但是 如果你输了 麻烦你以后见到我绕道走 别脏了我的眼睛 好 一言为定 比赛就定在五日之后 什么 别院的苏锦夏是假的 是的 属下潜入别院 发现真的苏锦夏并不在 只有一个体身在那 苏锦夏不在别院 秦莫林不可能不知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继续追查 苏锦夏的下落 一旦发现其踪迹 不必汇报 立刻诛杀 属下遵命 还站着干什么 圣主 几日后 秦莫林将去围场收敛 正是除掉她的好机会 秦莫林我自有安排 是 怎么 圣主还是不狠杀秦莫林 圣主执迷不悟 还请听杀大人决断 主子有时候看不清 就需要我们这些做下属的 为他选择前路 大人的意思是 少 是 小姐 你不会真要跟那个 陈掌柜打赌吧 要是你输了 岂不是要 学狗匠 这怎么能行呢小姐 你可是千进之躯 哎呀 学狗匠有什么的 又不会少坏肉 可大女子能去能胜吗 再说 你怎么就认定我一定会输了 你也太小瞧我了吧 没有 跟陈杰打赌呢 也是为了宣传大麻女装店呀 啊 你想 陈杰的诚艺店在我们都城数一数啊 我跟他打赌 我要是赢了 那定能一举在都城成名 要是输了 也能起到一定的宣传效果 只不不亏 对啊 对啊 朱啊 你呢 就好好看店 哦 啊 你来得正好 你跟我去街上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模特 好呀 博士 学得还挺胖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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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瞧哎 看她胖了啊 这儿有一个胖姑娘 这屁股啊 都快赶上我两个大了吧 哎呀 你胡说什么的 十三个 哎哎哎 哎她比猪都肥 哎哎 我要是这么肥啊 我一头撞死就算了我 没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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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哎 哎 哎 赶回去吃猪食啊 还能跑啊你啊 啊 你还能往哪儿跑啊 啊 你 哎呀 哎呀 谁 谁打的我 哼 哼 是你姑奶的我 死胖子 你不想活了是不是 看我这么叫醒 吴爷 事情呢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虽然不太知道 模特是怎么回事 但是 如果能帮到苏姑娘的话 我愿意一试 太好了 事不宜迟 朱儿 你帮阿娟量身子 我呢 现在要去树林里招展材料 我跟你一块去 还是别了 你这么去 要是晕倒了 我还得背你回来 我去就回啊 走啊 相见 帮你回来 我有一头小毛驴 他从来也不起 皇上 你怎么会在这儿 还受伤了 不会又是什么造反情结吧 他 这么危险的事 我还是别换先生了 朱儿 朱儿 来啦 来啦 小姐 朱儿 你快去捡郎中 切记不要暴露她的身份 是 慢点 慢点 不听我的话 擅自行动 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 属下也是为了圣主的大业着想 秦莫林一日不死 大业难成 那我是不是还要奖励你忠心耿耿 属下不敢 秦莫林现在是 是死是活 属下不知 秦莫林被刺伤好 逃走了 不见踪迹 不听话的狗 留着也没用 把她处理干净 继续追查秦莫林的下落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还有 通知厅莎 我要与她见面 是 大夫您慢走啊 慢走 小姐 你不是出去找材料了吗 怎么会 把皇上给带回来了 皇上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还受伤了 不会又是什么造反情结吧 这么危险 我还是不要多管闲事的 不行 怎么说她也救了我两次 不能就这样见死不救啊 还有 皇上这伤又是怎么回事啊 不知道 我原本逃离皇宫 就是想平平安过日子 结果还是没逃着 这就是天意吧 对了 小姐 你还没吃东西吧 我去给你弄点吃的 你去熬点粥吧 等她醒了也能喝 你说我怎么都逃不开呢 像天边的飞鸟 装进夏光和浪漫 是相遇的色调 迎着余生的温暖 用时间做指画 交换彼此的期盼 就算黄昏天一晚 女床人满满你才救醒啊 不行不行 这画面简直就剩下隐人犯罪嘛 这日屋子太猛了 我要出去偷偷见 季霞你天天想什么 能让人家受着伤呢 但是真的好帅啊 竹子 属下未曾料到 皇后娘娘竟会出现在那里 我在蒙圈了呢 皇上怎么走了 我也不知道 计划怎么办 都出来吧 计划取消 有生之年 居然能看见 主子被一个女子背走 我 我 我不会被灭狗吧 你 你 你 任何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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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怎么样 蛇出洞了吗 蛇已出洞 竹子 我们是不是还回宫了 朕受了重伤 自然是要在皇后娘娘这儿 好好养伤 重伤 竹子 郎处要是再来晚点 您的伤口都要愈合了 别以为我没看到您用内力 让自己出汗 骗娘娘给您擦汗 你去通知李公公 让她明早将朕前往紫竹别院 看望皇后 要带上数日的消息公布 奏折送往紫竹别院 由你带来给朕批语 我是 我听朕儿说 你有朋友受伤了 对 我朋友受伤了 普通朋友吧 皇后生平什么时候多了个男人 娘子 小秦目里搞什么鬼 娘子 朕儿 朕儿 你 你成亲了 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确实成亲了 还成过两次 什么 我的第一人想过了 新婚之夜就敲遍你了 第二人先在中山躺在床上 际下 明天 さん躺在床上 〨儿〇〇 你拨判惑你了 快就敲 valid了 啊 这上上 魂神居然成亲了 而且还中了诅咒 跟他在一起的人都会遭遇不幸 不,那一定是因为他们都不是真爱 诅咒只有靠真爱才能化解 对,我就是那个能让波氏剥除诅咒的男人 所有的痛苦都要我来承担吧 珠儿,你才做好了就端起来吧 你吓死老娘了,你干嘛 你想吓死我继续我花呗吗 花呗? 读住了 不是,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什么问题啊 你还会成第三次亲吗 这个吗 那当然是 不会 我还没死呢 我的娘子自然不会成亲 我去 这就是传说中的小鲜肉吗 也太性感了吧 只要是在线的,不才是个顶流啊 去演个什么古偶剧一定会活翻了 让我们这些每日被古装臭男眼睛暴击的知趣宅女 也能醒醒啊 哼,瘦得跟个马杆似的 脸上没有绊两瘦 抖都抖不起来 哪配得上我波士 衣服也不好穿 太凶漏辱的不守难得 哪像我这么完美 珠儿,快坐呀 你家小姐让你坐就坐吧 快坐快坐 是 快吃饭吧 你怎么不吃啊 这么好吃 娘子 你慢点吃 你啊 从小就那么难吃 这哪里没办法 秦莫林到底在玩哪一招啊 皇上对小姐好好啊 果然,皇上娶小姐是因为喜欢小姐 你女儿的女儿,你会在哪里的小姐? 你那是女儿的小姐? 你这个女儿的小姐? 我和她的女儿的小姐姐? 我和她的老师的小姐姐? 你呢? 没事吧 怎么样 冷珠儿你扶他回屋 啊 好 我 来 快起来 你能起来吗 卑鄙 朕倒是不知道 朕的皇后魅力竟然如此之大 才出宫几日 身边就有蓝颜知己了 皇上 你这么说的话 我会以为皇上是在吃醋啊 朕若是真的在吃醋 皇后又如何呢 皇上要是喜欢吃醋 明日我便叫猪儿做饭时多放点醋 还有 既然皇上现在身在宫外 就别站来站去 免得暴露身份 皇后出宫后 胆子倒是越来越大了 那当然了 现在是在我的地盘 你不得让我摆布啊 你不得让我摆布啊 那皇后想如何摆布我 我会守护你看 我们说好的永久 时间在宫外 苏金菜 这是尊严之战 不能输 雨就消失了以后 看起来 看起来有生气花样 看起来有生气花样 我总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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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起来有生气花样 我是余方呀 我总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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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你和我娱致 我总听说 我总听说 我早知道皇后 陪着云飞远 你在面前 你最近是不是又胖了 啊 你被随害更深暗 那为什么你在我心里的分量 有能越重呢 啊 真受不了你 没想到古代就开始玩土味情话了 什么土味情话 老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也想着却你用饭 感情会在 千万日子弥漫 我想陪着你 看浪永生枫叶 也期待 沉默的柴米和油烟 刚才我身边说的一夜 像天边的飞鸟 装进夏光后浪漫 沉香雨的色调 迎着雨一生的温暖 用时间做枝花 交换第一次的期盼 你到来以后 就算我半天一晚 旅程人满满 你在旧满心啊 你到来以后 你都把我带来 你什么呀 你到来以后 你到来就想着 我给你 我给你 你干什么呀 你你去 你去 你去 我去 你去 我去 我去 你去 我去 我去 你去 你去 我去 你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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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儿 来了 花 秦公子 啊 我是你小姐的相公 你叫我姑爷就好 是 姑爷 你家小姐昨晚累到了 你不要叫醒她 我是昨晚不会在手把杆睡一觉 让她多睡会儿啊 是 姑爷 我有叫小姐吗 跟我斗 你还不够格 抬头 挺胸 收腹 抄屁股 抬脚 落脚 落 要落在脚跟往前一点的地方 我们走路 要像猫一样 像猫 抬头 挺胸 抬头 挺胸 收腹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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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个太难了 哎 没事的阿隽 我觉得你做得很好 你需要再放松 吸气 吐气 他怎么会有这么多吸气 古怪的想法 一点想法也没有 嗯 设计穿什么一副好了 抬头 挺胸 收腹 跳屁股站稳站好啊 我们要坚持坚持就是少女 嗯 嗯 嗯 嘿嘿 啊 还是不对 嗯 有了 好 啊 二 二 我有 終於做到了 哈哈哈哈哈哈太好了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太好了阿娟 你做到了 哈哈哈哈 啊 啊 不好了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舒音就在今天了 小姐 不好了 小姐不好了 阿卷不见了 啊 阿卷不见了 嗯 我四处都没有找到他 比赛就要开始了 这个怎么办啊 你是出了什么事啊 赶紧分头找一找吧 嗯 走 珠子 叶依 寻找阿卷的下楼 是 珠子 阿卷 请问 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女子的 身形是这样的 阿卷 阿卷 你 对不起 还认错人了 对不起 对不起 你有没有见过一个 跟你体型一样的女子的 没有见过 阿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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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这儿吗 阿卷 阿卷 这炸酸 看不看这儿 她在这儿 看得开始啊 看得开始啊 阿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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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脚 落脚 抬脚 落脚 这是谁呀 这不是大马女装店的模特吗 也不知道你们家掌柜是怎么想的 选你当模特 你要干什么呀 我能干什么我能碰你呀 你呀穿什么衣服都是错误的 都是个笑话你知道吧 回头跟你们家掌柜说 他输定了 让他乖乖的学口教 我赢定了 挺凶 这这么走是吧 阿娟 苏姑娘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知道我们大家都很担心你 对不起 让大家担心了 我只是 我只是我不要参加比赛了 我会连累你们的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陈掌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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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像我这样子的胖子 只会让别人觉得恶心 我去咱家比赛 一定会输的 放屁 不要听那个抖完美老头瞎说 来 跟我来 你跟我来 你相信我 走吧 走 相信我 走 你看 这个阿娟多美啊 他善良 可爱 为他人着想 为了别人的事情 努力地训练自己不擅长的东西 却没有一句抱怨 阿娟 无论是瘦还是胖 我们每个人都是最美的自己 我们没有必要 因为别人的那些话 而去否定自己 不许哭啊 我好不容易化好妆 来 我带你去看看我刚做好的衣服 都什么时辰了 某些人怕输 不敢来了 是不是 谁说我们不敢来了 哪里有什么过来 你都不敢来了 不敢来了 我带你去看看你 不是 我带你去看看你 我带你去看看你 这不是 我带你去看看你 我睹你去看看你 你看你这raf事 这好看吗 等一下 你全球的 我看你这个 什么 倍气 一个赢不了的比赛 你们有必要来吗 我在想 陈长官你每天 不被我骂上几句 就浑身不舒服 这要是输了比赛 以后没法被我骂了 得多不习惯你 你你你 没关系 今天呢 我友情赠送你几句 让你开心开心 你这个 别别别 还跟我的气火麻圈 你迟早就要 变变变变变变变 变变变变 不不不 不不 哎呀 哎呀我去 哎呀 今天的比赛规则很简单 两个模特在舞台上 分别展示自己身上的衣裙 由现场观众的掌声和尖叫声 决定胜者 那现在我们比赛开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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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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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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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要赢了 陈掌柜 这种情况还有比的必要吗 你们这些胖子乃剑籍 低贱之人穿漂亮衣服 不成体统 好 走 走 我第一次遇到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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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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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银盈生 三号 相信只要我们能够做到这些 变铺的生意就会越来越好 哈哈哈哈哈哈 啊 啊 哈哈哈哈 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啊 哇哩 嘿嘿 啊 哈哈 坐几下 你到底还能比我多少精细 特别趁您的肤色 你仔细瞧瞧 这边请 哎小姐这边 欢迎下次光临 这个是我们老板亲自设计的 好看吧 对面的生意这么好啊 没想想办法啊 下次再来啊 您看这个可以吃呢怎么样 这边请 欢迎光临 喜欢吗 这个布料很好的 老牌 下次再来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您好里面请 快去吧 好嘞 老板 快走 我倒是没想到 金莎居然会是你 之前为了隐藏身份 不得跟圣主相认 还请圣主受罪 他们会无视我的命令 去刺杀秦莫林 都是你吩咐的 属下也是为了圣主好 圣主不肯杀秦莫林 恐怕是有私心 我承认我确有私心 不过这对于我们的光复大业 也是有好处的 哦 如果我可以嫁给秦莫林 但夏皇子继承地位 那夏都同样也掌握在我手上 还不费一兵一卒 难道不是最好的选择 嗯 那 苏锦孝啊 圣主想要如何处置呢 自然是上 蠢女人 大人 圣主他有了别的心思 只怕会影响光复大业 有了别的心思 就换一个没有心思的 代替他 可是 前朝只留下了公主这一次血脉 我说她是公主 她便是公主 我说她不是 她就不是 明白了吗 属下明白 从我懂事开始 便知道 我有一个特殊的身份 前朝公主 我的存在 就是为了复仇 为了我那个素未谋面的父皇 从小 我便接受各种训练 我 甚至是 我 我 也需要学习 终于 在我成人那日 我接到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任务 接近林安王 秦莫林 见到秦莫林时 我愣住了 因为这并不是我第一次见到她 我们的第一次相遇 是在我此生 是在我此生最狼狈之时 在一句恒情像一只飞鱼 姑娘 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姑娘 她的样子 深深地映在了我的脑海里 这是我第一次 也是唯一一次 感受到温暖 燕姨 送她去客栈 是 竹子 我一直想着 什么时候能再见到她 没想到 再见到她 她竟然是我的任务目标 我这个公主 也不过是棋盘上的一颗棋子 身不由己 小娘子 一个人在这儿行走 恐怕寂寞 就让本大爷来好好陪你啊 即便是一颗棋子 不是谁都能操控 这个颜色可适合你了 还满意吗 这不了 大家快来看呐 这是家黑店 我昨日买的衣服 今天就成这个样子了 这不可能 我们店的衣服质量一向很好的 事实摆在这儿 你还想赖账不成 你 怎么了 她说 昨天在咱们店里买的衣服 今儿就变成这样了 这 我先看看衣服 这个客人 你先别急 如果真的是我们家的衣服 出了问题 我们肯定会负责的 我先看看 来老板 好戏开始了 这件衣服不是我们家的 你什么意思啊 哎哟 天上欺负我们小皮皮百姓了 哎哟 我没皇宝了 你也不用在这儿撒泼 既然我说了这件衣服不是我们家的 自然是因为我们有证据 也请现场的各位客人一起跟我做个见证 嗯 杜掌柜 你不是要拿证据吗 这证据在哪呢 请大家稍安勿躁 我就不信你能安然度过 大家看 我们店里的衣服 是由我们大马女装店独有的标志的 但这件衣服没有 很明显 这不是我们家的衣服 小姐真厉害 怎么会有像她这样的女子 强大 自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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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呢 胡燕 你过来 好的 博士 正好我想给你看一下今天的账 来 小心 啊 啊 啊 博士你好有力哦 啊 啊 我春天又来了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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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玩公子客 接下 奇怪 我怎么有种偷吃被老公抓到的心虚感呢 你别误会 事情是这样的 五月 你过来 好的 博士 正好我想给你看一下今天的站 小心 博士 你好有力 什么着急解释 是怕他误会了 我有事要跟你单独说 边疆战事有变 我需要回宫处理一些事宜 你 我不愿回宫 如果我可以 陪着你到世界的尽头 我会守护你 一起去看 我们说好的永久 时间停止了 小心你 我知道你不愿意回宫 就消失了以后 我是小叔 你要照顾好你自己 我不愿意移次 还是帮我 她开始 我 不愿意回去 你 那 勿介bags 你别再受伤了 不是每次都那么幸运 有我救你的 那 你还有什么单独的话 要跟我说吗 我 我 后会有期 我会守护你 一起去看 我们说好的永久 时间停止了 潮心凝固 后会有期 消失了以后 依然紧紧握着你的手 这个后会有期 会不会来得有点太快了 我们不是昨天才到的别吗 昨天到别 跟今天见面有什么冲突吗 没毛病 皇上又不在 那皇上去哪了 天子的行踪 那是我这个做奴才的 能忘义的 哼 谢谢 你看这怎么 不错不错 一国之间不是应该很忙吗 老婆我这来干什么 我就知道你在这 秦莫林是我的 谁也抢不走 苏解夏 我不会放过你的 长柜子今天心情好啊 真心 无量 染料 二十五两 小姐 是二十五两 不料 鸭门让开 后面挡到 鸭门拿人 小姐 外面怎么了 我先瞧瞧 你去吧 好 你仔细点算啊 不是我自己哪里混吗 我约死拿着去了 二位官爷买衣服啊 二位官爷有何吩咐啊 有人举报 你犯了秦权罪 我亲谁了 我没亲别人啊 小废话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现在过不回府 去见回隐大人 这不是 咋回来 官爷 我没亲谁啊 官爷 有回啊 有话好好说 这没亲什么呀 抓得好 过呗 不是这 小姐 小姐 大快人心 对面那个城掌柜被抓了 因为什么 说是犯了皇帝推出新政里的 保护著作权罪 侵权罪什么的 对了还有 原来之前来闹事的那个女的 也是她找来的 太坏了 保护著作权 嗯 太坏了 也不想回回来 我保护了 好 我可以 我可以 再加上 我可以 我可以 你 我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等一会儿我打算被吓了杀了他 听杀这个老不死的 就算不用杀老的事 我一样可以取苏锦夏的幸福 张小姐 张小姐 我是苏掌柜 张小姐 我来送衣服了 张小姐 小姐怎么去送了衣服 到现在还没回来啊 我出去找找 我也去 是在什么 在这一什么 写的是什么呀 你在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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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得醒啦 这位大哥 我们往日无冤 今日无仇的 你为什么要抓我呀 为什么要抓你 有人要你的命 我们不过是拿钱办事啊 有人要我的命 谁会要我的命啊 在宫中有人要杀我 好不容易逃出宫了 还是有人要杀了 我的命太苦了吧 本来呢 我们是马上让你死 后来我们一想啊 你再多活一会儿 我们还可以 多瞧一笔 就让你多活了一个时辰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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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这位大哥 你看你这魁梧的身材 一脸的正气 我觉得你一定就是那种 杰夫济平的侠客 要不这样吧 不就是钱吗 好上了 你要多少钱 只要你肯放了我 我们好商量 放你走 你都认识我们了 放你走 你等我傻子呀 想什么呢 再跟我玩笑 我现在一一刀就解决了你 两个试试 如今还不来 就送你归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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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人都到了 怎么没有人给你送钱呢 哎呀 该送你上路了 哎 等一下 好汉 要不你再考虑考虑 要我命的人给你多少钱 我给你双倍 你不也是为了钱吗 啊 双倍 哦 你想的都挺美 还双倍 我们这盘有规矩 既然收了谁的钱 谁把活干好了 你这叫什么呀 这叫吃两头 坏了规矩 不是 不是 我明报在江湖上 还是很有名号的 我还叫困难 不过呢 放心 我很专业 保证不疼 来 现在 送你上路 你 啊 啊 别找我 别走 啊 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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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啊 你又像书信都离开了 真没想到再见面会是这种情景 上次是我偷偷跑出去的比赛的时候大哥的手下发现我就把我给抓回来了 是我求了他半天才让我给你送封信的 我怕大家为我担心这样不辞而别真的很不好意思啊 你就是苏姑娘 我妹妹老提起你哎你不是 你就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就 我我说啊 我说 我说你闭自责 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不过 你能告诉我到底是谁要杀我 我是真不知道啊 不过你放心 我已经放出话了 你苏姑娘是我明报要找的人 江湖上肯定会给我几分面子了 那太多谢明报兄了 呵呵呵嘿 你小说点 呃 应该 Tutaj 时辰也不早了我就先回 唉 别呀 急着喝呀 你这没喝完呢 是啊 苏姑娘 天色已晚 你还是留下来明日再走吧 今日我们喝个痛快 行了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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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子 王后娘娘被一封寨的名报绑走了 一封寨名报 是一封山上的山贼头 出宫 进人的 哎哎哎上头呢 哎 哦哎哎 苏姑娘 我明大宝这一辈子 最不放心的就是 我妹妹 涓涓 啊从小到大 因为胖子这他 他不 他不自信 昨天啊啊哈哈哈哈哈哈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胖 胖有了什么错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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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就跟他说了 胖那没事 适合跟哥作山贼 真的住的 哎呀 还是没用 我说什么都没用 哈哈哈哈 啊 别哭了 啊 你看现在多好 又开心又快乐 又吃 我知道 这是你的功劳 就是你的功劳 就是吗 就是 你是我们的大人 大人 大人 我都不知道怎么谢你 你就是 在生父母 妈妈 妈 哎哎不是不是妈啊 哎就是我妈 原来明豹是黄河娘娘的干儿子 许将一场男人应该不会过去 什么什么再生父母你都帮我叫了 那已经大哥 哎 这个呀再生大哥是吧 小弟大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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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啊 小弟你不要骗我啊 乖我大叔 我把你都带来 自己的 那还不走 你可是不要骗我 你找个人 你去找个人 你找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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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个人 我找个人 你找个人 我找个人 我听你 你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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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儿 小姐 小姐 您怎麼喝得這麼醉啊 我 秦公子 奴婢來吧 嗯 小姐 慢點 這個豬味啊 怎麼這麼沒有眼力見了 我相信你 你怎麼喝不住 有一點點 不客氣 也等於你 你跟剛才說 我向全家神 這別人集太多了 都不算高興 我都想你 你都要去了 我 document本來 體夥子 我這一集 我會給你 我死神 我這樣飛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现在可有面子了 甜吗 那我到时候再买一趟 好 博士 你帮我看看这个圈 我感觉怎么算都不太对了 我看看 这个吴玉 老是缠在苏锦夏身边 真是而已 不知道没有什么问题啊 是吗 你继续算吧 我去店里看看 好 你不说甜吗 走 来 坐啊 我的衣服呢 来了 都给你准备好了 给 我去宰仓府送衣服 你好好看店 小姐 小心别被宰相看见 怕什么 皇上对我做的事情都不说什么 他敢用什么意见 走啊 那倒是 五公子 或许应该称呼你为 冬爵的浩月太子 看来秦公子调查过我的身份 不对 应该称你为夏皇更合适 浩月太子是什么时候 知道朕的身份 夏皇登基之时 冬爵的外史就将你的画像送进了宫里 所以你从一开始便知道朕的身份 夏皇和波氏不想别人知道自己的身份 我自然就假装布置 是 听闻浩月太子喜欢丰满日 因布满东华安排的婚事出逃 这一点上 我倒是与波氏相同 都是因为布满婚事而逃出皇宫 两军正在交战之时 敌国太子却突然出现在下毒 如果我抓了你与东皇做交易 想必他会愿意停止战争 如果抓住我 就能停止战争 那我倒是情愿被抓 看来浩月太子也不想打仗 打仗 只会让黎明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多少年轻的生命 为了满足上位者的贪念而牺牲 我凭生最痛恨的事就是战争 这一点我倒是与浩月太子不谋而合 可我无法阻止父皇的野心 阻止不了是因为你的权力还不够大 我想 近日冬皇年事已高 身体抱恙 传位给太子安享晚年 也不是没有可能 你是说 就看浩月太子 能不能为两国百姓 恨下这个心 请见 苏掌柜 我肚子疼 前面直走左转就是夫人的住处 那个小的先去办一下大事 你去吧 我自己去这人 是是是是 前面直走左转 你说什么 秦莫林非杀不可 有人要杀秦莫林 不行我得先离开这里 站住 是你 这伙山贼真是帮草包 这熟悉的感觉 我最近可能是水腻吧 送个衣服都能撞到人密谋造反 怎么 我不出点事 剧情都不往下走了吗 苏锦夏 你终于落在我手上 别容易 你还是耍狠的样子比较顺眼 我多次派人杀你 都被你逃掉 看你这次 还有没有这种好运 其实不是很明白 你为什么非要杀我 哼 你一个将死之人 告诉你也无妨 我本来是前朝的公主 为了光复大业 而卧底在秦莫林身边 可我没想到 我竟然真的爱上了秦莫林 爱上了仇人之子 原本我想直杀掉老皇上秦莫林继位 如果我能嫁给秦莫林 诞下皇子继承地位 那同样也是完成了光复大业 可你的出行偏偏打乱了我的计划 我恨不得将你促古遥 不 圣主 顾锦下不能杀 留着他牵制秦莫林和苏有安 才是最好选择 请圣主 忍耐 不可能 圣主 原来你这个公主也不是说什么就算什么 啊 即使按你所想 丹下皇子继承皇位 不也一样是任人摆布的傀儡吗 你倒也不用在这跳拨离间 你们俩的关系还需要我来跳拨 圣主 小不忍则乱大谋啊 圣主 不 那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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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弟你怎么来了 我去店里找你去了 主人说你来了在江湖回去 你回去我怕你出事你就来了 还是你靠谱 来来来来 走 嗯 啊既然来了 还想走 把他们给我拿下 你出来 拿下 我怎么回来 请不离 请不离 还好没有受伤 嗯 啊 啊 啊 怎么会是你 你早就知道 我 还要回来 了 你怎么回来 这个埋藏极深的细组 司徒宰相 司徒宰相 你真是好演技啊 若不是我故意设计被刺杀 恐怕还引不出来你这个老狐狸 把他们给我带下去 关进大牢 等一下 你就没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吗 请也访一次 你们快点 吧 我 Calling sağ理 达 sul 是 不 是 有史密冰 我 我 Course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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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笨 滑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齐莫林 你怎么还不醒过来啊 你要是出了什么事 我会内疚一辈子的 自从我来到这儿 你就一直在救我 虽然一开始 你肯定是带着其他目的 但是 在后来的相处中 我看到了你的真心 你帮我找阿娟 抓陈姐 你一直下意识地保护我 甚至一直在默默地 背后为我做了很多事情 秦莫连 你快点醒过来好不好 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你别哭了 我会心疼的 你终于了 我就是想知道 你心里的想法 秦莫连 去死吧 你吓死我了 看来我半点机会都没了 你没事吧 一回眸 她所上 翩翩 哎呀 二回眸 她没见 浅浅 再回眸 却遗忘了年 啊 啊 啊 看完工的课 永远 哎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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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道如何 还不错吧 我表现这么好 你能不能别生我气了 我考虑考虑吧 阿苏 阿苏 搞什么鬼啊 阿苏 我喜欢你 你愿意跟我回宫 做我的皇后吗 这也太知求了 你别这么看着我 我要顶不住了 阿苏 苏锦夏 你在干什么 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女性 这个扭扭捏捏的不像话呀你 阿苏 阿苏 我可不想跟别人共事一副 我可不想跟别人共事一副 弱水三千 我只取一票 这些都不是问题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回宫之后 我就颁布圣旨 后宫只娶你一人 永不纳飞 我不会限制你的自由 也不会让你被公归所累 而且 你不是说过 开大马女装店的初衷 就是为了帮助像阿娟那样的人 如果你做皇后 你可以做到的 就不止这一点 阿苏 你愿意和我 一起改变这个国家吗 口说无凭 我们要立自己为政 第一 要永远只喜欢苏锦夏一人 不许变心 否则 剪刀伺候 第二 要让苏锦夏吃好喝好 有自由 第三 跟苏锦夏吵架 必须乱挫 那要是你错了呢 苏锦夏永远都是对的 把这个也夹着 好好好 迟到的心风之夜 你可要好好地促成我 嗯 哈哈 哈哈 娘子穿上我家的公主裙子 一定会very beautiful 就是美丽的意思 朱总监 嗨 哈哈哈 牙子穿上我家很熟 最爱不想你 我和他还会 咱们 家 moon 妈妈 停战协议 夏都王朝临安元年 皇后苏锦夏随皇上回宫 废除了女子体胖视为剑籍的规定 颁布各项新政推行平权 皇后所开的大马女装店分店遍布整个大陆 同年 冬决新皇吴浩月送来停战协议 两国停战 至此之后和平共处 几年后 夏都一跃成为第一强国 再无人敢犯